一起成为守护孩子的交安自由 进捐基金会与连锁便利商店 连续五年合作小黄帽交通安全公益计划 期望透过教育的力量降低儿童事故发生率 这回邀请有一对儿女的艺人方智友 担任代言人 号召社会大众成为儿童的交通安全智友 更与小朋友一起示范 防范视野死角三口诀 希望透过简单的口诀 让家长和孩子都能学会如何避开危险 安全回家 急 转 踏 小育人是专门帮助手 其实有妈妈分享说一打二的时候 因为你有时候身上还要拿东西 没有办法及时的两只手都牵到一个 各牵一个小朋友 所以一定是大的牵小的然后再牵 所以有时候会很担心说如果视野死角或者是没有看清楚的话 会造成很多交通上面的危险 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爸爸妈妈都很在乎的一点 所以我自己带小朋友在行走马路的时候一定会实时提醒自己 也提醒小朋友就是专心走路 就是要走路要看路 然后不要埋头看手机或者是不专心 因为这样危险随时都会发生 我们自己也不可以偷看手机 没错 我也是提醒自己 因为其实小朋友都会学爸爸妈妈 所以大人要先有榜样 他们才可以跟着一起学习如何安全的用路 然后我自己也习惯在晚上的时候 让小朋友穿比较亮色的衣服 就是增加他们的显色度 这样就比较会被看见 其实因为我们家弟弟比较顽皮一点 就是你知道小男生的活力都非常旺盛 底下很多同温层 对 弟弟弟弟 是不是 就是男生有时候就是突然那个心血来潮 要冲刺的时候是有点拦不住的 所以我觉得自己在 行走在道路上的时候 都会格外地更紧牵着我的儿子这样子 然后我也会一直提醒他说 不可以不可以用冲的或不可以用跑的 然后提醒他们急转叹这个口诀 在我接下这个交通交安自有的之前 我的孩子也都会跟我讲说 妈妈过吗落手一定要举手才会被看到 很棒耶 对 表示这个教学是在现在的小孩子之中 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 真的 立法委员林月勤也到场支持 儿童交通安全推广活动 景娟基金会表示 台湾每年有上千名儿童 在道路行走时发生交通事故 因此结合政府企业与NGO团体三方力量 提升民众对交通安全的重视与关注 那小黄帽是非常多志工来完成我们的梦想 也就是训练了很多志工到学校里边去做教导 我们的孩子怎么去在他的生活周遭环境当中去保护自己 那这个梦想呢 我觉得逐渐一直在扩大 从过去十个志工 然后现在一直扩大到一百多位 所以建议我们的志工伙伴也有人来 我觉得还是要代表所有的孩子们感谢你们 能够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能够上放学的时候 能够真的是快快乐上学 平平安安回到家里 那这一套的课程里边 大概也是摆脱掉过去比较传统式的 比较是系统导向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过去我们都是比较被动的用事故伤害来做回应 可是我们希望更前瞻性的 在从数据里边去预防 知道说到底哪一些伤害会产生 这过马路还是在跑动的时候 是在路段中穿越 还是十字入口穿越的时候产生的伤害 有一个很大的重要 除了志工还有一个是 可以让我们跟家长沟通 所以我们也产出了很多教材 因为始终学校老师要教 可是家长如果也能够一起带动的话 会是更好 一年就是有近千个孩子在道路当中死伤 那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仔细地分析之后 来自于孩子的一个样态 主要是在于道路上面冲出 跳出 甚至是他们的身形矮小 以及视野限制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那要怎么样解决这些道路上面的一个事故呢 当然就政府的角度要来帮我们的孩子移除这些道路当中的障碍 那或者是要设计出好的一个道路 让驾驶有机会有好的事据来发现我们的孩子 那这些是政府要来努力的 那进捐这边呢就针对孩子这样的一个特性 去设计相关的教案跟教材 例如我们今天讲的急 转 探这三个口诀 就是针对我刚刚讲的事故样态来的 急就是要集中注意力 在集中注意力的部分呢 就是对应孩子容易冲出 跳出 冲动控制不足的一个特性 那第二个转头的部分呢 就是来自于孩子视野上面的一个限制 他没有转头就代表没看到 所以大家有时候在新闻事故上面会觉得 为什么孩子好像直接跑出去撞车子 那实际上是他并没有看到那一台车 那最后的探呢就是探头的部分 我们要教小朋友在道路环境还未完美之前呢 要学习自我保护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我们在这些的内容当中呢 都直直直系的去研究孩子的需求 设计出适合家长跟小朋友 或者是老师跟孩子共同设计 去活动的一个教案内容 那主要倚靠的也就是我们现场的这些 伟大的志工伙伴们 小黄帽志工可以进入校园呢 去帮助我们达到这些目标 为支持这次公益活动食品业者再次洗手禁捐 推出小黄帽公益限量包零食 每买一包将捐出五元 民众也能透过连锁超商店铺 与APP进行零钱捐 一同支持小黄帽公益计划 记者李喜慧台北报道 完美 radioactive reality 民众 Pat企业 股票 儿股票 把辣椒 中额